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或许啊 金晨再积累下去 等他突破到中级五帝甚至修为更高的时候 将全神规则融会贯通之后 可以做到不惧真空这能巅峰五帝了 但是肯定不是现在 不过啊 九星神抵诀也是十分可怕的 真元收敛之时 规计虚无 再加上秦晨所拥有的空间规则 虚空分影诀等手法以及各种灵魂秘法 虽然无法力敌诸多的异魔族巅峰强者 但是想要躲避他们的锁定 却还是可以办到 翁底下 只见秦晨的身影越来越朦胧 在分出无数道身影之后 整个人化成了虚无的介子虚空一般 瞬间就转变了方向 同时隐匿深险 人呢 去哪儿了 怎么不见了 飘渺宫的一群人纷纷地跟踪而来 而后全部停下了脚步 脸色铁青地说道 眸光中有着难以置信 先前那人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硬生生地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 我们这么多人竟然没能看住一个人 他到底是如何躲藏起来的 这么多双眼睛 怎么做到的 数多飘渺宫的强者目瞪口呆 心中怎么也无法接受 在这么多人的围锥堵截之下 竟然让对方给跑了 他们得多无能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刻 掌控中枢大镇的花灵五帝脸色也变了 他催动飘渺宫的阵法 疯狂地搜索秦晨的踪迹 可是却怎么也搜寻不到 秦晨就像是突然空间消失了一般 彻底消失在了这片天地 不可能 飘渺宫大镇 监控一切 在没有令牌的情况下 甚何人都不可能逃出去 此人定然还在我飘渺宫之中 花灵五帝目光铁青 可虽然他知道秦晨还在 但到底在哪儿呢 他也完全没有个念 刚才此人消失的是这片区域 那么也绝对应该就在这附近 你们几个 去封锁住这里 不能让任何一个人逃出来 哪怕是一只苍蝇 花灵五帝大喝一声 杀气腾腾 是 当即 飘渺宫的一群强者 纷纷是飞掠而来 将秦晨先前消失的一片区域给包围了起来 全部进行了封锁 就在他们刚刚进行封锁的时候 树道恐怖的气息起来 只见到一群身穿黑袍之人瞬间落下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是宫里的那群神秘人 看到了这一群人 不少飘渺宫的弟子脸色微变 浑身弥漫出了一丝丝的忌惮 一魔族虽然隐居在飘渺宫之中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一魔族的事迹 绝大多数的飘渺宫弟子 只知道在他们飘渺宫中有着这么一大绝合一人 特别是上一次轩云帝国和气垫等势力联手进攻的时候 也让不少弟子知晓了这群黑衣人的存在 似乎是公主大人秘密培养的一群高手 因此当真空等一群异魔族强者到来之后 原本守护在这里的一些飘渺宫弟子 纷纷露出了忌惮之意 但是却没有一个让开的 谁知道这群黑衣人中有没有外人 领头真空对视冷冷地扫了一眼这些飘渺宫弟子 一瞬间这些弟子就仿佛是被猛兽盯出了一般 身上的寒毛一下子都竖了起来 身上涌现出了无数的鸡皮疙瘩 大家都让开 这些都是自己人 好在这个时候花灵五帝赶了过来 第一时间开口 让不少的飘渺宫弟子 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急忙退让了开来 可脸上的惊际之色却丝毫不浅 请问有什么发现吗 花灵五帝对着真空能人询问道 他显然是知道这些异魔族人的可怕 女人先前还在我灵魂窥探之下 可是突然之间就消失在了这里 连本座的灵魂之力一时间都没能捕捉到 能从本座的灵魂窥探下逃走 先前那家伙的确有两下子 领头的黑衣人突然冷笑了一声 语气中也只有着一丝惊叹 什么 竟然连阁下先前都没能盯住那家伙 花灵五帝脸色立即就变了 这黑衣人是什么身份 他再清楚不过了 若是连此人都发现不了对方 可见先前那人的逃逸功夫之强 甚至还要超出他的预料 难怪对方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 潜入他缥缈宫 不过 不公主大人不用担心 此人破坏了我等的大计划 虽然他暂时地躲了起来 但必然还在这片区域中 只要咱们一寸一寸地寻找 本座就不相信 他还能飞了天了不正 领头的黑衣人绽放出了阴冷的寒意 他已经知晓了夜摩刹的事情 而夜摩刹的研究 事关他一魔族的兴衰大计划 怎么可能让秦晨轻易逃走呢 事实上 正如这人所料 此刻的秦晨正隐藏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副公主大人 看本座的便可 领头的黑衣人冷笑一声 他双手掐动了手绝 身上突然升腾起了一道无形的黑色光运 光运悬浮在他的面前 就如同一个黑色的光环一般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少飘渺宫地死都一浪 那黑色的光环出现的瞬间 他们的身上瞬间生起了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 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叮嘱了一般 寻魂大法 在众目睽睽之下 黑衣人突然冷喝一声 玄境一道无形的黑色光运 瞬间弥漫了出去 渗透进了前面那片区域中 秦晨小子 是一魔族的学魂大法 此法能够搜寻一切拥有灵魂之物 小心了你 本来秦晨正在隐藏 飘渺宫的一个角落 十分的安全 可就在这时候 脑海中突然响起了老元的凝重之声 而后 秦晨就感觉到一股黑色的光运 迅速弥漫而来 寻魂大法 能够搜寻任何拥有灵魂之物 秦晨心中怒骂一句 一魔族居然有这么变态的搜索工法 顾不得犹豫 秦晨只能催动乾坤造化雨碟 身形术地 进入到了乾坤造化雨碟之中 而后 化作了一道虚无的戒子 落在了地上 下一刻 无形的魂光瞬间弥漫过了这片天地 而这寻魂大法 能够搜寻一切拥有灵魂之物 而乾坤造化雨碟 却没有任何的灵魂气息 自然瞬间掠过 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 此时的乾坤造化雨碟 化作了一粒灰尘一般 哪怕是一名五帝强者亲眼见到 也不会在意 这粒灰尘中竟然会有一个世界 当然 若是有巅峰五帝强者 一寸一寸地搜索每一寸地方 而且每一粒灰尘都仔细地辨别过去 说不定就能发现乾坤造化雨碟的存在 但是 现在花灵五帝他们显然根本没这个能力 黑色魂光瞬间扫过了这片区域 没有漏过哪怕是一寸的空间 可等那一模族强者扫描过之后 他的脸色却变了 怎么了 找到你家伙了吗 花灵五帝看到对方脸色变了 心中不由得一沉 忍不住紧张地询问起来 没有 搜魂大法竟然没有找到先前那人 那一模族强者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之字 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的 夜魔石 你的 寻魂大法都找不到人吗 一旁的真空 正大了眼珠子 有些震惊地说道 那被称为夜魔石的黑衣人皱眉 沉声道 我再搜索一下 而后 那黑色的魂光再一次弥漫了出去 可是结果 还是一样 一无所获 这一下 那夜魔石的脸色彻底地变了 对方竟然真的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了 连搜魂大法都搜不到 这让他心中涌现出了浓浓的不敢相信 不可能 先前那人就在这附近 哪怕是手段通天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逃出去 不行 我得马上去请示古风组上 花灵五帝头皮发麻 忍不住的 文言 一旁的飘渺弓强者 脸色也顿时变了 脸道 花灵五帝 你真的要请示古风组上 他们的声音颤抖 花灵五帝口中的古风组上 仅仅一个名字 仿佛都能令他们颤抖 甚至 连那几名一魔族的黑衣人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脸色也是微微变了 不然呢 花灵五帝脸色发白 趁那家伙还没有逃离这里之前 咱们通知古风组上 或许 还能有找到对方的可能 将功补过 可如果真的让对方给跑 那我们就完了 公主大人回来后 让我等如何向公主大人交代 花灵五帝一边说着 脸上闪过了一丝绝绝 厉声 你们看守在这里 我去请示古风组上 马上就回来 他的身形一晃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向我堂堂飘渺宫 大路第一时 公主大人不在才几天 你们就让人闯到了我飘渺宫 还闹出了这么大动静 甚至惊动了老神 我飘渺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 你们都是白痴吗 在飘渺宫身处的一座偏僻的洞府中 传出了一个极为不满意的声音 同时传出来的 还有一道恐怖至极的气息 虚空都在颤抖 在这一股气息之下 无法承受 花灵五帝身为飘渺宫的副公主 此刻却恭敬地站在了洞府之前 神色有些恐怖地说道 虎风纵上 那人也不知是如何闯入我飘渺宫 实力极强 不但悄无声息 闯入到了一魔族 夜摩刹所在境地 还悄然救走了血脉圣地的傅乾坤会长 我等实在是没有办法 花灵五帝神色战战兢兢 花灵五帝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这道苍老的声音打断 你先不用说那么多 把发现那人的过程 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告诉老山 是 武风纵上 那人 是一魔族的真空大人 第一个发现的 当时 你是说 那人是真空先发现的 然后真空第一个进行拦紧 结果不但没能拦住此人 反而被对方强行逃脱 后面还数招击杀了 飘渺宫的月河巨拨 这苍老的声音 也露出了一丝震惊 月河乃是 飘渺宫的巨拨无敌 虽然刚刚突破没多久 但是也不能轻易地 就有所斩杀呀 至于真空 那更不用说了 乃是一魔族的魔帅级强者 对方竟然能从真空的手中逃过 光是这一点 就让这古风宗上 感觉到了一丝惊讶 是的 不仅仅如此 属下利用飘渺宫的守山大阵 金雄拦截 可那人 却直接就将守山大阵 给撕裂开了 而且一魔族的炎魔石大人 利用搜魂大法 也不曾发现对方踪迹 同样失去了那人踪影 花铃武帝又道 连夜魔石都失手了 而且 夜魔厂和血脉圣地的傅乾坤 同样不知所踪 古风宗上的声音 再次传出了震惊 是 不仅如此 那人在逃跑的过程中 还施展出了与轩辕帝国的 虚空分影诀 因此 利子怀疑 此人应该是轩辕帝国的强者 如今我飘渺宫 正与轩辕帝国虎视眈眈 如果让轩辕帝国的人 带走了傅乾坤 那我飘渺宫 必然会遭到血脉圣地仇视 引发大威娜 华灵五帝紧张到 幽谦雪 死 他可以不关注 夜魔刹失踪 他也可以不放在心上 但是 傅乾坤绝不能出现在大陆上 一旦他重新回到血脉圣地 那对飘渺宫而言 将会是一场灾难 什么 圈圆帝国的人 不可能 华灵五帝刚说完 红龙的一声 那洞府瞬间打开了 一名狗漏的老玉 出现在了洞府之外 护风总上 华灵五帝连忙攻进跪下 免礼 老神现在就去一关 至于你说的 轩辕帝国 这绝对不可能发生 老玉的谋中 暴射出了力忙 身旁的空间 仿佛在一层层的爆炸 轰轰的轰鸣声响起 下一刻 他的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略向了众人包围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